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签字 什么呀 保险呀 你之前答应过你要买的 好 我签 怎么了 咋不动了 咋不动了 行行 行 幸会吧 我找这警察 也不会就到这儿来 谁呀 再不出来 我妈收留你了啊 丁先生 软蛋 其实我的网名叫铁 铁汉 跟着我们干吗呀 我就是想谢谢你们救 救我 那 铁带什么呀 今天不管有没有 我照样干那小红袋 但我还是想谢谢你们 要不这样吧 我请你们去吃 吃宵夜 走 软蛋 宵夜一起 干吗这个森林一看着我啊 谁又揍你了 表演见 把你父亲的资料告诉我 我要让他买我保险 不可能 我爸这个人 出了名的铁公鸡 不对 唐熙公鸡 不仅自己一毛不拔 还要把周围的人的毛 全掌管 他爱你妈妈吗 不爱 我妈就是他鼻子 这件事我不想聊 好 我不会勉强你的 那我们说点别的 没镜片 没镜片 长老话人了你啊 不是 我妈说我长得显 小 戴上眼镜 成熟点 最多也是成熟的软蛋 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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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这是我的宝贝 装的什么东西啊 我编的黑客程序 都在里面 都有些什么程序啊 有很多厉害的病毒 有破解密码的暴力解锁程序 有僵尸程序 可以展开第一 第一多次攻击 多多 就是利用成千上万个肉机 攻击网络 造成他们服务器的瘫痪 肉机 这玩意儿啊 不是 肉机是指我远程控制的电脑 一般都中了木马程序 你还会远程控制别人电脑吗 这些都是低级的黑客手段 不 不入流的 那有没有程序控制他的 你控制的想干什么 他怕你找别的女朋友 没 没 没带了 我错了 你们别闹我人哪 你敢扔我你 你敢扔我 你敢扔我你 你敢扔我你 这就是我们三个人的首次大战 司马战哥一直认为就是这个晚上 敖小兰用他的菜刀劈开了街巴少年张小五的心扉 而我在这一天对了无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看我 只有一句话 我看我们就先给你 我看我看你 我看你 你 看你 我看你 看你 我看你 你是我的战友 我爱你 你是我的战友 我爱你 他们干啥呢 不及到我好详细 惊情创伴 你笑狗粮了你 才想起我 你是我的战友 我爱你 活得上点是怎么办呢 你是我的战友 我爱你 你干吗用屁股挡住脸呢 你是我的战友 我爱你 金武水火你 你是我的战友 我爱你 小五 你帮我洗个头 行不行 不会洗头吗 不会洗 做俯伸做的胳膊抬不起来 帮我洗一下 帮我盆拿着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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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的地方用我帮你洗吧 你干吗 你别碰我 男人要碰我的话我可打人 我 我是怕你够不着 你要是不用我帮你洗 那我就回去了 你都给人家 我先说积屏了 你不在乎 我说你不在乎 你不是买 原都要咬我 受到我要吃 Diamant 你没吃 你能吃 你不治 你不治 她 你不治 你 memb 你 我就都没吃 宅 这个王八蛋 鬼狂 啊 鬼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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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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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班 班长 你 你你拿我的宝贝干什么 你还好意思说 一个堂堂的军人 居然还抱着个娃娃熊睡觉 你先睡觉 明天我再找你谈话 嗯 把那娃娃熊给我 干 干什么 不许抱着他睡觉 班 班长 我从小就抱着他睡觉 没有他睡不着 把那破玩意儿给我 他不 不是破玩意儿 他有名字 他叫包 包 包比 你给不给 班 班长 我求求能 以后我不想听到求这个字 睡觉 起床 全体集合 起床 三班站在第一列 你让他睡觉 快点 快点 别磨磨叽叽的 我又睡觉了 陆飞 耳朵带着什么玩意儿 我 你让他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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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正好是十二点 一秒钟之前 我还能忍受你们 从地方带来那些臭毛病 但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我就要以一名军人的标准 来严格要求你们 你们在家里 再大 也是孩子 但是你们在这儿 再小 也是一名军人 所以从这一刻开始 你们要把你们身上 不符合军人标准那些臭毛病 全都给我忘掉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大点声 听明白了 张晓武初恋 把这个破玩具熊 给我扔垃圾桶去 张晓武 我现在命令你 把这破玩具熊 给我扔垃圾桶去 他不 不是破玩具熊 他是我的包笔 我管你什么包笔还是钢笔 现在就给我扔垃圾桶去 马上 我不 不抱着他睡还不行吗 我求求你了班长 起立 起来 别听 我再告诉你一遍 在军人的字典里 就没有求这个字 我以后也不想再听着这个字了 记住了吗 记 记住了 把你那破玩具给我扔了 没效 到 把他给我扔了 王爷 我对不起你 张晓武 我现在命令你 把哭声给我憋回去 身为一名军人 可以流血 可以流汗 但是绝对不能给我流泪 来 张晓武 张晓武从小就没有办法 他在妈妈的精心呵护下长大 你看哪儿 流星 哇 来 许愿 二小 你许的什么愿 我希望发 发明一个机器人 这样妈妈就不用天天干活了 你这愿望啊太异响天开了 再说我也不放心让机器人照顾你啊 那妈妈你许了什么愿 我的愿望是 希望我的儿子快快长大 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已经长大了 我都十 十八了 儿子 你离长大还差得远着呢 那怎么才算真正的长大呢 传说啊 深海里有一种鱼 专门吃人的梦 当它吃了你一半梦的时候 你就长大了 当它吃的你还剩一个梦的时候 你就会红运当头 幸福如饼 妈妈 嗯 那你还剩 剩几个梦 也许一个吧 所以妈妈现在很幸福啊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 可以让她保留我最后一个梦 而不 不被她吃光呢 那就把这个梦啊 做得大一点 让她吃不下 要不然呢 就把它做得难吃一点 让她倒胃口 这样啊 你就会永远幸福 嗯 答应妈妈 以后别动不动就哭鼻子 好不好 我 我答应你 妈妈 我都不知道这条鱼它长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 你还别说 我真想知道它长什么样 儿子 以后要是你看见这个鱼 一定给妈妈抓回来好不好 好 我试试 要 要是我抓到它 我就告诉它 你不不许吃掉我妈妈的最后一个梦 要不就把你当作此生给吃 吃 吃掉 好 记着鱼头给妈妈带回来 包粥 剁 剁椒鱼头 不是也挺好的吗 小五 小五就这样过着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但有一天 小五妈妈晕倒了 怎么没吃午饭呢 菜凉了不好吃 凉了你可以热呀 微波炉好像坏了吧 要是没老妈 你还不得饿死 妈 反正我也不是很饿 妈 你 怎么啦 妈 你别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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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之后 小五妈妈意识到 必须要让小五独立成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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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这国梁仔好能哭啊 要是中国好哭型的比赛啊 他一定能夺冠 别说风啊 我告诉你 小五的今天 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 笑笑 老国奔奖好可怕啊 这个打鸡肉睡的东西快啊 我们可就惨了 有些哭心 有些俘虏心 这我们怎么睡呢 如果哭也能算是奥运项目的话 那么小五一定能 勇夺金牌为国争光 因为那天他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张小五同志也因此一哭成名 成了新兵营里远近闻名的 眼泪大人 好 我就是能够放下来 我可以做一个小时的 我可以说 我可以做一个小时的 小时的一个小时的 大早就跑好 我可以做什么 有些小时的 大早就跑到他 走开 我可以做这个小时的 连续 马也太哭了 你太哭了 行了行了 不哭了啊 差不多快哭完了 差不多快哭完了 都哭一晚上了 你再哭这个长城 非得被你哭到了 行了 不哭了啊 你这样非得脱水而亡不可 行 走走走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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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活动结束 走 向右看 停 向前看 小心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 是三千米跑 这是你们每一个新兵 必须要掌握的科目 日后 你们还要进行五公里跃跃跑 因为我们同一防线部队之间 最大的距离 就是五公里 今天是摸底测试 我们的三千米跑的 及格标准线是 十四分二十秒 我希望大家都能跑出 好的成绩 最后一名 要额外多加五十个俯卧城 我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立正 预备 开始 开始 好呢 到 叫做人 训练抓得还挺紧 你这个班 城市兵不少 是 不好带吧 还行 没什么不好带的 平时啊 就是多给你上点体能科目 累了回去自然就睡了 也就没有什么精力 跟我玩那个画画肠子了 你啊还是要注意方法 是 现在的城市兵 个性都比较强 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特点 调整一下训练方法 是 反省的强度 绝不能搞一道歉 是 教练 其实我还是喜欢带城市兵 虽然说啊 没有农村兵那么听话 但是他们悟性高啊 学东西也快 出城市也快 就这 也没耽误你当我们飞虎式的 妖兵啊 对了 去年啊 我听说有些明年出了高兵 你可要当心啊 现在是你中市转上市的 关键时刻 绝不能让一个套兵 出现在飞虎式的新兵链 是啊 教练 放心 我麻仁结代的兵 绝对不会有套兵 前面那两个兵素质不错啊 是啊 跑得还挺快 那俩啊 是个好苗子 平时啊 号称心都很强 我想让他们竞争起来 这样呢 也能出城去 竞争啊 是好事 还是那句话 注意分寸 是 教练员放心 meu 没事吧 快点 小五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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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快点 跑 带爆了 好 急跑 快点 起来 起来 小鹅 看见 小鹅 请看 张小五站好了 十四分二十秒一里跑完的 只有司马 詹歌和陆飞 其他同志全都不及格 你们俩也别高兴太早 按照战时要求 要负重四十斤 按照这个标准 你们两个也没及格呢 还有你 站好了 张小五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跑的二十分钟 马路上大妈都比你跑得乖 五十个佛生 开始坐 报告 讲 他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 马毕 你是想跟他一起做五十个佛生 你还愣着干什么 五十个佛生 现在 马上 佛生 准备 快点 佛生开始 你动作要标准 你动作要标准 不标准不算啊 一个 把皮肯抬起来 两个 小五为什么来不动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妈妈 大家都说 母爱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起床 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 起床了 快起来啦 上课了上课了 哎呦 口水都流出来了 吃什么好吃的啊 快起来 起来 妈 我早就毕业了上 上什么课啊 今天我给你上的课非常重要 赶紧 赶紧 起来 起床了 妈 我就就就睡一会儿 一小会儿 好 养粮闹钟 开始响力了啊 好 快快快快 起不起来 你起不起来 起不起来 起不起来 我偷起 我偷起 起不起来 我偷起 猫 来 今天的课程是 洗衣服 你家里不是有洗 洗 洗衣机吗 可部队里没有啊 烧饭呢 你可以暂时不学 部队有人管 可洗衣服这种高深的防身技能 你是一定要学的 等 等 等 部部部部部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是的 对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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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公司啊派我出国工作两年 去哪儿啊 埃塞俄比亚 非洲 那我 我 我也要去 不行 我儿子长这么帅 没说万一被哪个酋长女儿看上了 抢你去做上演女婿 那老娘不亏死了 你怎么会打算 我没 没跟你开玩笑 我 我说真的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妈妈到那边工作会很忙 我没时间照顾你 我 不用你照顾我 你不用我照顾我 那你会烧饭吗 妈妈 我可以点满满 那儿没有快餐厅 我听他们说啊 要吃饭呢就得打猎 你说你从小连蟑螂都怕的人 还敢打猎啊 妈 妈 我知道你是骗我的 我知道你是骗我的 我真的没骗你 不打猎也行 那就得吃香蕉 你就得学爬树了 而且这个天天吃香蕉你不腻的话 我不 不腻 我 我吃什么都可以 我就是不想去当兵 当兵一点都不好啊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里头 万一头疼 脑热的 你说没人照顾你怎么办呢 还有 妈妈相信 通过两年的锻炼 你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本来就是男子汉 在小五妈妈的安排下 小五还到了部队 但对这里的一切都不适应 快吃点东西啊 不吃点东西啊 不吃点东西啊 别让他吃了 缺氧 乖 这个鱼啊 怎么喇喇蓝漆啊 还是我妈妈烧的好吃 这 这什么情况啊 好了 能打女帝吗 能打女帝吗 男帝吗 男帝吗 这个字就很贵 某些这样啊 好 往后一心啊 嗯 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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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对了啊 就我们连长说啊 有特长的新兵啊 才能来我们侦察连的新兵来的 你特长什么 游水啊 某些渔民来的 游水好吸力的 真的 抓鱼的 杜大仙啊 李力特长一定是鸡 我已经算过了 这是你鸡的第十个馒头 小五年还要 不小五年 丁丁啊 李力特长鸡什么 好 原来她的特长鸡不修话 我用铁皮套过人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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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特长是军牛皮啊 那小五的特长难道行哭吗 张小五 年龄 年龄 十八岁 说起来 小五能到部队是个意外 坏了坏了 怎么了小悠 电脑死了 重启也不管用 那你之前的文件还在吗 这不好说 我打电话去找人来修吧 可不可以让 让我试试 修 修 修好了 宅 宅 虽然不是件好事 但小五宅到能成为一名电脑高手 那就是天分了 班长显然看中了小五这项优势 为人服务嘛 哎 你说话怎么结结巴巴的 我 一 一修电脑就激动 一激动就 就 我叫张小五 今年十八岁 家住幸福一村 八十八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是准备体检吗 哦 陆慧啊 你没特效系吗 潘颜 市里拿我名字 上回之后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 西马 是 李的特长是什么 他的特长是 我们租过香花园 重 重发呀 没想到重发也能算特长吗 谁去洗啊 他还姓萌啊 你 气厉害 虽然我和司马这样开玩笑 但他能到部队 那真是个血的传说 这要说起入伍前体检那天 我又碰到了这两个家伙 我又碰到了 陆飞 果然是你呀 我就觉得那屁 屁屁屁 我有点厌制不开 还敢提屁屁的事 啥我啊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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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撕 我没死呢 我活着呢 不是 不是 你是不是又找受我了 不 不 不可 那那那那 你怎么来了 那我 我妈妈派派派派了非洲工作两年 她怕没人照顾我 就送我来当病了 你妈把部队当托儿所了呀 不是 她就是想让我来 锻炼锻炼 我们的祖国向花园 你跑这儿干嘛来呢 哎呀 我是怕有害群之马 玷污果军的纯洁 所以我必须得来当兵 你也配 狗着瞧 咱们看谁补配 你那户口能在这儿报名呢 很不幸地告诉你 虽然我是农村户口 但正好我也属于这个争论点 少臭美啊 就你这样的 能不能通过考核还不一定呢 我可告诉你 这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是我爸公司招保安的 少废话 等进个部队啊 没你爸照的 看我怎么招 你别吵了 要是我们三个能再移 一个连队 那就好 好个屁 小吴啊我跟你说 别打你这个 你学坏 来 我们的总国夏花园啊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没有当兵的资格 什么 为 为什么 别听这凤火夏胡说 我胡说 你有没有常识啊 所有身上有纹身的人 都会被取消入伍资格 你当着 我现在就去找张宁宽 看住了他啊 别走啊 别走 来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司马的头脑里肯定左冲右突了一番 最终 他想出了这个办法 有人人不能当兵吗 好像是 那那怎么办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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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把后面那文字给擀了 啊 干什么啊 快点来不及了 不 不不不敢 我怕疼 割我的肉又不是割你的肉 你怕什么 你想不想给我当这样啊 行啊 想你就得帮我这个忙 快 走 走 走 你拿我眼睛呢 用点力 走 这顿刀杀人就像千刀万刀 我求你的行不行啊 快点啊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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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找见血就晕的张小五刮纹身 你真是愚蠢到家了 报告 怎么是你啊 你不说当兵像坐牢吗 这怎么也跑来应征来了 我被您舍己救人的那种 光辉形象感动了 我决定向你学习 做一个优秀的子弟兵 油嘴滑舌的 什么事 我想向您举报一个准备 混进我们革命队伍的人 人呢 刚才在这儿呢 没事下搞什么鬼 哦 一定是找地毁灭证据去吧 走 找找去 不是 躺下 哎 醒醒 晓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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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我 我怎么了 他怎么回事 我俩上厕所地滑 他摔晕了呢 哦 对 就是他 他身上有纹身 要不然你转过来 他给搁了 说了刚帅的 他撒谎 我刚才明明看见他背后 又有个纹身的 这 同志 希望能在新年年里 能跟你 再度相逢吧 行了 行了 你俩不要没事找事啊 你 帮我弄上去 叫你呢 赶紧 嗯 你那是刀伤 不是水 你 你是谁啊 别管我是谁 记住了 部队不要撒谎的兵 好 拿什么疙瘩 行 有骨子痕劲儿 是块儿当兵能量 希望你把这骨子痕劲儿 能用在训练上 什 什么意思啊 班长说司马丈哥身上有股痕劲儿 这股痕劲儿在音乐上没有用之地 倒让他之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兵 阿武 干嘛呢 我在找 找我的波比 哎呀 不用找了 垃圾早就清过了 我 我问过了 他们说要 要下午才会清理 我待会去哪儿呢 好了 别找了 别找了 说不定啊 包庇自己去埃塞俄比亚找你妈妈去了 是不是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五现在听着要骂这个字 好了好了 小五不哭了啊 我的错 我的错 要不这样 你求司马帮忙 他爸是捡垃圾大王 一定能帮你找到包庇 你做什么 你再说一遍 生什么气啊 这不是为了帮小五吗 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就一个嘛 你去许红啊干嘛呀 好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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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了啊 回去了 回去了 好了 好了 妈妈 我想你 听说下 下个月我们新冰联 要去外面拉链 到时我想请个假 找个网吧 我想和你试试视频 你一定要答应我这个要求好不好 我真的真的好想你 好 不过在埃塞俄比亚 要找个网络真的很难 妈妈尽量做当 想你 爱你的老妈 家属来了吗 家属来了吗 来了 我儿子 丈夫呢 我只和我儿子生活在一块儿 把你儿子叫进来吧 我想和你们讨论一下你的病情 我儿子还小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肝癌已经 已经晚期了 我还有多少时间 一般的话 一年 好的话 也许两年 大夫 帮我一个忙好吗 你说 别把我的病情告诉我儿子 他还太小 但这种病瞒不了多久 搬离入院手续吧 过两天吧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工作上的事啊 你也应该放手了 是我儿子 时间不多了 我得让他 尽早习惯没有我的日子 你也应该放手了